现在是4月份多伦多 今天来介绍一个简单有效的育苗方法 育的什么苗呢 育的是 这个是日本枫术 像吗 这是我第二次试用这种方法 非常成功 去年用了一次非常成功 成功发芽了 但是呢 没有成功长大 待会儿说一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先说我这个是怎么做的吧 去年秋天采了种子之后 大概9月份10月份 采摘了种子之后 就把它放到盆子里头 这就是普通的花园桶 下面还有一层一层叠罗汉 你看这边还有 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种子 主要是日本枫术 放到盆子里 大概这种盆子一半的高度的土 就把它撒在盆子表面稍微铺 大概一厘米不到 半厘米后 就是把种子盖上就行 然后一层一层的把它落起来 为什么要落起来啊 因为种在这个盒子里 这种小盆子里的容易被小松鼠发现 然后他就好奇 他跟我一样好奇 他就跑 就跑乱了 所以把它一层一层落起来呢 安全 放在我的冷藏室 最低温度到过零下十几摄氏度 或者放车库 我相信零摄氏度 零下五摄氏度都可以 冰箱什么都可以 不要太冷啊 不要低于零下十五摄氏度 零下十摄氏度是安全的 种好了以后 把它最上那层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放上去盖住 安全保险 到春天这个时候 打开 一打开 就看见发芽了 天气暖和就发芽了 我也没统计过发芽率 总共种多少 然后出苗多少 但是你看 这一盆子里长了不少出来 这个虽然刚刚有一个发芽 估计还有 也许陆续还会有更多发芽 只要有一个小苗出来 保住了 那就是成功了 对吗 把这个打开 这个就没怎么发芽 和品种有关 有些你特别像日本风说法 有些种子 它是发不了芽的 看这个 哇哦 看看 说一下 现在就说一下 去年 去年发了好多啊 去年发了好多 各种各样的芽 发了好多 最后成活的好像也就一两颗 什么原因呢 有两大 三大原因 去年发芽以后就把它放到院子 就这样放在院子里 结果果不其然被小松鼠又好奇了 给我翻腾了一下 但是没什么新鲜东西了 它翻完了以后 它就算了 就走了 那么最重要 那么最重要导致大面积死亡 这小苗大面积死亡 没有成活的原因是什么呢 晒的 哪怕是只有早上几个小时的太阳直晒 这些小苗都受不了 受不了 反正是受不了 太弱了 而且你看发黄 酒黄 它对太阳是非常敏感的 它长大了以后 慢慢适应阳光以后 才会健壮 另外一个呢 刚才说了 这个是土埋半截啊 土埋半截 去年的时候 可能也就是一寸 一个厘米 很薄的土 很薄的土 这土啊 两下就干了 很容易干 几乎要天天浇水 一不浇水就干死了 还有呢 看见没 鼻涕虫 在这准备随时下口 这个潮虫没事啊 潮虫也有事 潮虫 这些小虫子都要去掉 所以去年 这个冬天 如果种的时候 土就加厚了 这样的话 保证它发芽以后 有足够的营养 有足够的土 有足够的水分 生长 看看这种子的形状 就是枫树 肯定是日本枫树啊 我不会拿 随便拿其他的枫树 来种 说到鼻涕虫 你看旁边那个红色的 不是红色 透明的圆球球 网友以前告诉过我啊 那是鼻涕虫下的蛋 那么今年为了避免小动物乱刨 避免阳光太晒 我就把它放到窗台 放窗台 屋里的窗台呢 还温暖一些 它长得还快一些 现在四月份啊 忽冷忽热的 在室内能够正常 快速生长 这种方法不仅成功率高 它能发芽的 有活性的就能发芽 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对我来说啊 省事 不用整天垫着浇水啊 什么 还有撅着屁股 看它是不是发芽 不用 这个想看的时候 到时间到点了 就把它打开 成了 你对这种育苗方法 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建议 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太虫一定要去掉 没有放窗台 是放在了生长灯底下 生长非常顺利 看看 咱们下次见